接下来的时事看台栏目 要为您纵览一周来的热点话题 阐述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 向美国和欧盟发出信号 强调了北京与莫斯科正在增强的盟友关系 以下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 中国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消费国 两国尤其希望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加强合作 对抗北京担忧的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地区战略 预计习近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签署能源出口协议 让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习近平与第一夫人彭丽媛抵达俄罗斯不久前 中俄两国宣布了一项20亿美元的 有关开采西伯利亚东部煤矿的协议 普京曾表示 他希望在俄罗斯的经济航行中 搭上中国的东风 如果中国在习近平的十年任期内 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俄罗斯的这一意愿将会更加强烈 普京与习近平在这次访问前 相互呼应彼此的善意 现年59岁的习近平 谈到在年轻时阅读俄国名著 60岁的普京则说 俄中关系是两国数百年来最好的时候 俄罗斯与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他们在近年来的重要国际问题上加强了协作 两国三次联手阻止了西方国家 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采取措施 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也紧跟中国脚步 中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一道参与谈判 但是减轻了安理会过去对伊朗的制裁 并反对对伊朗进行新的惩罚措施 在领土问题上 在中国与日本发生岛屿主权争端的同时 俄罗斯加强控制了日俄有争议的群岛 中俄还一并反驳西方国家对两国人权问题的批评 不过中俄双边能源协议并非一帆风顺 这体现了两国关系中持续存在的局限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来自中国的报道说 自三月初以来从黄浦江上打捞的死猪 已经超过9000头 这给生活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居民带来影响 好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上海日报18号的报道说 当局已从黄浦江中打捞出9400多头死猪 在江中发现的死猪数量已增加到超过13000头 目前为止 死猪出现的原因还不清楚 不过当局已经在一些死猪身上 发现了一种常见病毒的痕迹 消息人士说 可能是养猪农民把病死的猪扔进黄浦江 这种做法很常见 因为中国没有一个为病死的牲畜 向农民提供赔偿的机制 中国公众对大量死猪服饰黄浦江所带来的饮食安全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 不过当地官员透过中国官方媒体说 所有猪肉供应商必须有简易合格证明才能营业 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市场和超市的产品 但是数千头死猪的出现 让中国养猪业病猪频频的现象引起关注 而很多情况下 病猪的猪肉常常会拿来销售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市场上有任何最近打捞上来的死猪的猪肉 有些上海居民看到当局现在加强对猪肉销售的管理 因此对吃猪肉感到放心 另外一些居民则对死猪事件带来的饮用水安全表示担忧 那么多的死猪在里面的话 我不知道一些死猪的死因是什么 但是它一定有一定的原因的 不可能大面积的去死 所以我认为的话 会对我们喝水的水质的话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 上海市饮用水只有一小部分直接来自黄浦江 以上是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报道 日本决定加入亚洲与北美和南美之间 为拓展市场举行的贸易谈判 使中国成为环太平洋地区唯一一个 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外的经济大国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驻国务院记者斯恩斯特特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表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是促进亚太地区未来繁荣的一个框架 我们的加入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 还有利于日本和美国以及其他盟国 创建一个经济新领域 日本正在参与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 这些国家还包括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智利 秘鲁 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和新加坡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不再起列 中国对美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商业 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已经感到忧虑 华盛顿卡托研究所的贾斯汀·洛根说 华盛顿了解中国的忧虑 并努力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展示为一种贸易协定 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国调整侧重点有关 跟中国有关 是为了将一些国家组织起来 讨论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 尤其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困难 越南 中国 文莱和马来西亚都声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 美利坚大学教授王毕军说 你签署贸易协议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贸易 而是为了政治伙伴关系 越南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能够两者兼备 能促使美国跟越南一起应对中国 王毕军说展开贸易谈判 还能软化所谓美国重心偏向亚洲的政策 美国官员表示 如果中国符合政治和经济条件的话 美国欢迎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 随着日本首相安倍 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采取行动 减少对本国农业和纺织业的保护 他在国内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美国之音斯特恩斯报道 中国的大小荧幕上 抗日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评论人士说 除了迎合观众的需要之外 政府部门的审查制度起到关键的作用 下面请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战争片最能煽动爱国主义情绪 现在日本人成了中国荧幕上最大的敌人 这是中国电视连续剧《遍地狼烟》的拍摄现场 去年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的岛屿主权争端激烈化 中国去年拍摄了大约200部反日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 电视剧《遍地狼烟》的一位演员说 这跟中日争端没有关系 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抗日题材的电视剧 也不是因为钓鱼岛啊 也不是因为中日关系某一个时间段紧张 而去拍摄这些电视剧 电影评论人士朱大可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说反日题材连续剧大量出笼 跟政府最近修改规定有关 他说除了反日片以外 任何影片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查 几乎是不可能的 做电视的人会觉得只要是做抗日剧 就会赢得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早晨 他们会喜欢这样的题材 反日影片和连续剧 让一些不太可能是明星的人出了名 临时演员石中鹏四年来一直演《日本兵》 最近有报道说他一天死了八次 这让他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被打死31次 今天晚上石中鹏没有阵亡的戏 不过他也给记者表演了动作 虽然有迹象显示 中国新领导人可能会缓和对日本的态度 但是众多的反日题材连续剧 会不断的让中国公众 想起两国间的旧日的冲突 美国金电视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